而什么原因引爆了冲突 就要来看到是日前在移民署的南投收容所 一名替代艺男只为了量体温 结果就和押送一共台中专情队员发生互呛 当时这名替代艺男是用警棍敲桌 还摔水平想要上前来打架 火爆冲突一触即发 值班台替代艺男起身 敲警棍上前跟专情队员互呛 周围同仁看见赶紧上前拉住艺男 但他不肯罢休 拿水平砸桌子冲突一触即发 还好其他人赶紧把艺男拉到户外 才化解火爆场面 但两人火气没消继续呛 可能在这种言语沟通上 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适切 所以造成了有一点小误会跟冲突 但是这个替代艺 我们会加强的一个辅导跟关怀 根据了解移民署南投收容所大门 设有红外线测量体温 专情队员跟移工通过都没问题 因为移工带着手铐脚镣行动不便 加上队员帮忙拿行李 门口保全答应队员可先安置移工 在补量体温登记 但艺男不知情才会发生冲突 替代艺跟专情队员互相传出移民署 没有通报 移民署解释案件不是重大事件 确实不用通报 移民署表示该事件纯属误解 不会处分队员 另外替代艺男三月才报到扶勤正常 会再加强双方沟通 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记者魏绍宇 徐凯提 台中南投报道 才一条大道的连天